江霞,本名廖莺莺 1949年11月20日出生,江霞早年曾以歌手身份在台式歌唱节目群星会登台 是华世基本演员之一,但江霞更为人所熟知的身份还是华世总经理一职 因为歌手这个身份,江霞还曾和被封为宝岛歌王的谢雷有过一段感情 当时江霞和谢雷经常同台,一来二去两个人便熟识了不少 而谢雷的妈妈也对江霞赞不绝口,多次表示想要江霞成为自己的儿媳妇 不过缘分这种东西实在是很奇妙,性格内向的谢雷和作风强悍的江霞并不相配 很快两人便无疾而终,这段感情也让粉丝们觉得可惜 虽然江霞和谢雷没有忠诚眷属,但是他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白马王子 在八十年代,江霞与台湾知名室内设计师杜文正结婚,婚后曾吸引 复出时正逢台湾新电影起飞的年代,于是改一眼戏剧,电影为主 作为台湾相当有名的室内设计师,杜文正身价上亿,还曾经帮张忠谋设计过房屋 杜文正说,其实江霞最喜欢花花草草,是非常居家的小女人 杜文正那种温文儒雅的绅士风格和江霞那种充满强势的风格很不一样 不过在他眼里,江霞也有柔性的一面 杜文正表示,他对处理花的选择,素材,跟摆设,跟插花,他特别有一些兴趣 我这边的一些花,虽然有些是人造的,可是看起来很像是真的,都是他去处理的 帮我选择,帮我插,帮我不止 杜文正设计才华斐然,他还曾受邀为台北最顶级的豪宅设计食品屋,简洁优雅的风格 正如自己住了15年的住家,问他会不会想买自己设计的豪宅 杜文正笑颜,买不起,这边是非常昂贵的地段 当然,这也是杜文正的托词罢了 杜文正当了20多年的知名设计师 自己就有上一身价不说,老婆江霞从明星转为幕后,做投资做制片,也是一把好手 杜文正表示,自己平时最大的嗜好就是玩搜藏品 外传他曾经捐给陈水扁100万正值现金 不过杜文正的住家虽有近百平,里面却只有两个房间 对此,杜文正解释道,两个房间是因为我们家只有四口人 我的儿子杜维浩和女儿从小就让他们住一个房间,他们可以无话不谈 至于江霞,不但要打理华市上上下下的大小事 有时候还有其他副业需要帮忙,就连老公的样品屋都还要他来插个花 看来江霞这位总经理还真不是普通的忙 当然,江霞是个聪明的女人,在事业和家庭方面她维持得很好 爱演戏的她兼顾家庭,相夫教子,又不放弃演艺事业 接下华市总经理的职位后,她的强势风格备受争议 工作上是女强人,在家却是温柔的贤妻良母 江霞还是杜文正的好帮手 2005年某一天,天还未亮,江霞独自开车到花市买花 再到食品屋布置,我最喜欢花花草草,而且插花是一种艺术 我从选花,运送到摆设,都不假手他人 杜文正对她的美感无从挑剔,常站在远方欣赏 然后笑着频频点头,让江霞甘之如頤,愈做愈上瘾 另外,江霞还有自己隐藏的一面,那就是政治方面 江霞在2000年大选时,为陈水扁助选 同年8月,以陈水扁支持者的角色出任台式董事 2004年,他继续为陈水扁连任助选 他也就此成为华市总经理 当时因个人作风太过强势,引发不少争议 2004年6月18日,55岁的江霞接任华市总经理 遭批示政治仇庸,因为他是铁杆扁系人马 江霞上任后,立即进播内地电视剧,直到去职 除此之外,他还拒绝让罗大佑等艺人在华市演出 并打着发挥台湾本土精神的改革口号 清除一己,一度因为过于自我的言论引发轩然大波 后来随着陈水扁的倒台,江霞也逐渐走出政坛 再加上自己年龄的增加,慢慢地减少了工作 不过,就在2010年时,却发生了一件意外 江霞的豪宅遭遇了小偷 当时江霞回家的时候,发现大门遭反锁 找来所将拆卸门锁 进屋后发现卧房落地玻璃遭敲破 床铺上还摆放着遭窃的珠宝盒 屋内被翻得乱七八糟 该栋公寓四楼是江霞母亲和飞庸居住 五楼是她与丈夫的住处 案发时江母并未听到异状 江霞表示,她在这住了24年 平时治安不错,警察也常来巡逻 发生窃案,她很惊讶 对面的工地已经施工一年 她家卫装监视器 窃贼应该是已经观察了一段时日 趁她多日不再时下手 现场并未留下指纹 江霞心有余悸地说 还好事发时她不在家 否则可能由偷变强 人生更危险 江霞说 她的妈妈与外佣就住在楼下 窃贼却大胆地从工地架两根木棍行窃 在屋内到处搜刮 因为家里没有多少现金 大多数是旅行用的外币 于是为了找到更多的钱财 窃贼就连洗脸台下方的置物柜也不放过 房间内衣服散落一地 窃贼将值钱的珠宝全部带走 只留下珠宝空盒 她清点后发现 窃贼大都选择一携带且高单价的珠宝下手 但是体积稍大 价值不高的收藏品就舍弃没拿走 保守估计 此次损失将近千万元 她无奈表示 包括丈夫杜文正送她的结婚 三十周年三颗垃圾纪念钻 三个孙子的金锁片等都被搜刮走了 江霞认为被偷的珠宝首饰 纪念意义远超过金钱价值 江霞指出 她返家后发现大门遭反锁 认为窃贼得手后将大门反锁 又从原路攀爬回工地逃离 直呼 窃贼竟然不顾危险 从原路逃逸回工地 如果不慎摔到一楼 可能连命都没有 但因离家有近两天的时间 不清楚小偷究竟是何时行窃 判警方尽快破案 台北市警方勘查后指出 根据窃案现场协印 显示窃贼应该是独自一人犯案 作案时有戴手套 窃贼像是特技表演一样月楼 万一坠落 可能性命不保 一般建筑工地 经常成为窃贼借助攀爬的工具 灵动的民众务必当心 警方还表示 窃贼熟悉工地环境并就地取材 趁夜间屋内没有亮光行窃 并将门锁反扣 防止行窃过程屋主突然回来 借以确保过程不被人发现 不过 由于江霞家附近的监视器 还没完成验收 因此 尚无法锁定窃贼特征 警方只能就现场留下的 蛛丝马迹追查 江霞表示 遭窃的珠宝 都是先生每年结婚纪念日 时所赠送的 很多价值都无法估算 甚至连保证书都找不到 损失的珠宝首饰 除了有金钱价值以外 还充满了家人之间的回忆 或不单行的是 当时被盗窃的时候 正是江霞身体健康出状况的时候 江霞在这次住家遭窃前 才刚在2010年5月27日 突然感到心脏连续痛了了 30分钟后被送医急救 根据X光片结果 医生初步判定 可能为心脏血管堵塞 之后医院方面火速 给江霞安排了手术 他在家中被偷前几天 曾前往台大医院 施做心导管手术 因行动不便 所以先住台北县 领口香儿子家里 近日上午11点 才独自返回台北市永康街住处 然后发现家中被窃 其实关于江霞身上的一些争议 还是挺多的 因为他不仅在娱乐圈发展 还涉及政坛 又有一些奇怪的言论 让他有时候不得不受一些舆论的压力 在2013年1月25日 资深主播盛竹如 当时出了一本新书 《百战百胜》 盛竹如一路长红的成功智慧 不但透露他72岁 一红再红的人生智慧 也不改大炮本性 爆料艺人和主播的内幕 其中一段指江霞 曾与剧组人员有染 据当时的时报周刊报道 《百战百胜》 一书提及十多年前 当时台市董事江霞 指控圣竹如收红包 他气得要告江霞 还告诉记者 江霞当演员时 为了要获得角色 就与剧组人员有一腿 书中写道 盛竹如的爆料 把江霞吓得尽若寒蝉 从此避着他 红包事件也不了了之 周刊向江霞求证此事 他回应 不会理他 如果我真的做过 早就大家都知道了 当然每个艺人都或多或少 有一些舆论在身上 否则就没有话题讨论度了 这也是一把双刃剑 有时候明星确实会遭受 一些无望之灾 但是随之而来的 也许是更大的发展空间 这中间的利益 就得各自评判了 总之 如今江霞身体恢复得不错 钱乃身外之物 虽然自己的家遭遇了盗窃 但是还有大把的时间 去和家人重新创造新的回忆 祝福他们一家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